民間黨籍南投縣長參選人蔡培惠 到選委會登記參選 陪伴她的 包括有同黨的立委 縣黨部主委 還有她的媽媽也給予權力支持 蔡培惠發表感言時 很感謝媽媽支持 不過話風一轉 她還是提到對手國民黨籍的南投縣長 參選人許淑華 以及永興廢徒場的爭議 蔡培惠會講這件事情 因為許淑華發出聲明 認為蔡培惠多次指控 自己在擔任南投市長時 為外的永興廢徒場 有掩埋有毒的金屬廢棄物 是不時抹黑要對她提告 許淑華說蔡培惠在八月期間 不斷的上節目企圖抹黑 之前不回應是覺得這是舊案 但自己在登記參選當天 蔡培惠還在提廢徒場的爭議 和律師討論過 認為是意圖使人不當選才會提告 對此蔡培惠則說歡迎來告 相信真相會越變越明